它有一个最大的弊端 就是它的这个鞋垫上的一些凸起 它非常的卡你的袜子 今天给这玩意了这双幻影五代 整体这个配色还是非常好看的 它就来源于韦德四代的自由配色 整体的鞋面就有这种合成材料和一些织物材料 然后在中足的部位会有两条这种绑带 加强中足的一个包裹 然后鞋舌部位也有这个自由配色的韦德logo 最顶部的这个鞋带桶这里也会写着Wave of Wade 然后在外侧这里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TPU 就像一个眼睛一样 这个配色这里是金色的 然后里面会是一个白色的韦德logo 讲到中底之前 它的这个鞋垫 那么可以看到是一个全掌的泵鞋垫 但这个鞋垫的厚度不算很厚 还挺薄的 大家仔细看它这个前掌这里 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小颗粒 它的用意是防止前掌的这个鞋垫与袜子出现这种滑动 就是导致前掌打滑 但是它的这个粘负力有点太过于强了 所以说到这个穿进去的时候非常卡哇 泵鞋垫之下就是全掌的李宁云Plus 然后同时它在中途这里也做了一个热空 这个鞋是没有什么太大实际的意义 可能就是减轻重量 然后包括更多设计感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会用一个半掌的这个TPU支撑片 外底就是全掌的GCU外底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双幻音五代的上吊 整体这个幻音五代前掌的鞋垫有点略紧 特别是脚背这块压的还是挺低的 整体这个鞋面做的挺好的 就是在弯折点这块也不会有卡脚的现象 整双鞋中底的重心还是挺高的 它有一个最大的弊端 就是它的这个鞋垫上的一些凸起 再配合这个泵材料本身的这个摩擦力 它非常的卡你的袜子 就是当你脚穿进去之后 就是你还要通过你的脚来调整你袜子的一个位置 整体这个侧向支撑其实也能说得过去 脚感方面整体这个Light Phone Plus 它的这个韧性会高于它的这个弹性 同时又因为它的这个泵鞋垫做的比较薄 所以说整体的脚感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甚至还略有些偏重 基本上就是每个位置都能适配 但是呢每个位置它都不是太精 目前说这双鞋当因为发售不久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就目前发的这几个配色 我觉得这个自由这个配色还是挺好看的 也算是一个就是《韦德之道》系列的一个老配色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上这个大家可以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关键最上级的问题 或者其他确认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可以直接私信用 好非常感谢大主角 谢谢